大家好 今天來介紹的是血居怪的加加德 之前跟大家講的德雷克塔爾用在全法術德身上 然後只帶一些關鍵的生物 關鍵的三費生物 再一次拉出來一個上限 那這一套有點不一樣 這一套沒有放上什麼其他的英火蟲群 任何的鋪場 這一套主軸就是靠血居怪的一波 所以我覺得這一套牌有點偏就是賭命 這牌組呢是參考推特上玩家Bruto的主法 這套的獲勝手段也是淺顯易懂 我們就是要養這個血居怪 那要怎麼起手流牌怎麼玩 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主軸是 你不一定每場都會抽到德雷克塔爾 所以我們起手流牌要留點蛇中式的方法 像是起手有一張血居怪就可以留 那兩張的話就不會想留 你會想要再賽一下德雷克塔爾 順便配合葛夫 符文圖騰 來做個搭配 那也有放上一張新卡 讓我們好抽上我們的德雷克塔爾 佔領人齒礦坑 這個就是 如果你手上有德雷克塔爾 那就是選低 沒有的話就是選高 就把德雷克塔爾給抽出來 玩法就大概像這樣 但這個牌組有個條件 就是你一定要一波做出很強的檯面 不然就是你要確定對方 在你裸下 血居怪的時候他解不掉 那這個都是要靠自己的判斷 還有對方職業來做個選擇 其實我這手牌有血居怪又有加一加一 我這個牌組就是賭命 所以我前期呢 就決定直接用這個場面跟他賭一波 那他是後手的情況下 所以如果不能出幸運幣的話 他也會很頭痛 唯一怕的就是閃電劍 但現在這版本的薩滿是不太會帶閃電劍的 是沒有閃電劍 但有退化魔彈 但沒有退到血居怪 都剛好退到我們另一個伊伊身上 心態爆炸直接投降 嗯這套牌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血居怪被解掉 差不多也是沒辦法有獲勝的手段 所以從一開始我們就是要打 最貪的方式 第二場打的是德魯伊 這種的話就是看是快攻 還是辛雄德 辛雄德的話就偏法術類型 所以如果前期做一隻比較大的薛居怪 也是很高機率可以直接獲勝的 一費空過二費下 應急木工 那 猜測可能就是辛雄德吧 辛雄德抽個滋補術分開來 占領仁慈 礦坑 直接選個最大費用的 直接把德雷克塔給抽出來 那我就比較希望現在的打法就是 德雷克塔拉出來的那一波 再做一個大的 先屯一些自然的小法術 可以讓我們的葛夫圖騰直接養爆 所以這回合再抽一張低費用的 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零費抽起來 選最低的 這裡就是直接選 閃電之花就會抽上來 或者是啟動 那都是自然法術 這個閃毒我不想打的原因是因為我下回合會想要 下第二隻的薛居怪 所以我一定會打下幸運幣 幸運幣在1嘛 那這個閃毒 多出來一費我就浪費掉 而且他也是個自然法術 所以我想要扣在這一波來養 那這時候就是看能不能自然學閃毒 剛好在打一個比較低費的 啊沒有 那這邊選慢生素 為什麼會選慢生素 第一他是自然法術 第二的話他可以讓我們的鐵樹皮術 直接變成零費 下回合的話 我們就可以成長到7顆水晶 那7顆水晶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鐵樹皮術 拉到零費的費用 讓我們水晶上有更多可以操作的空間 這邊血居怪都被解掉了 這邊血居怪都被解掉了 好像看起來沒什麼希望是不是 再拿一隻下來 就是看下回合能不能兩隻在一起加加加加 你看這裡養到了一隻12攻跟6攻12血 他也是不好解 直接選擇投降 這就是直接打一波型 那如果是遇到控制類型 一波把你解掉 那基本上也是沒得完 所以我覺得這一套的話 反而 好像看起來也是簡單簡單 擴勝條件的那樣 但也要有點熟悉度 他跟小毛怪得又有點不一樣 容錯率又更低了 怎麼講呢 因為小毛怪我看蠻多玩家都可能會直接裸丟下去拚一波 但這個 不太能啦 如果你有些對局直接裸丟下去 像我這個 打速師他一定有一堆結場法術 那我還拍一隻血居怪下去 那就根本是送頭 所以我們還是要等一波加加加再一起做下去 那糟糕 我們這裡的德雷克塔 應該是用不太到了 我們把我們的葛夫符文圖騰抽上來 但其實這樣 也是有好處的 看對局 如果我們手中有 我們的血居怪 葛夫符文圖騰 就會直接養在我們的血居怪身上 那這回合我就決定要出動了 因為我們手中是蠻多靈的 這些靈也都是自然法術 那剛好都可以直接加了加了 這波就直接操作一波 那這就是我說了 德雷克塔拉出來的 葛夫符文圖騰 有可能會加在德雷克塔的身上 但我們比較希望是加在血居怪身上 因為血居怪是可以 複製出來 對方丟法術是可以複製出來 那加在這個 血居怪身上 是壓力給的最大的 本來我在想我這回合要不要丟個月石 但月石只解這個依依 好像沒什麼用處 還不如解他下回合可能會丟出來的生物 法術都不敢丟 只能丟符文銀棒 貓頭鷹雖然 貓頭鷹術雖然很強 但也很容易被針對 但我們這個牌組就是賭命 不一定每一場都是這麼天狐的啦 最後再打下炎毒是因為我覺得我不可能會發現 可以剛好打下去的自然法術 所以我們就直接 最後再發現炎毒 那下回合確實也可以直接打出5費的滋補術 好啦我想到貓頭鷹打這種 加很大的牌組要怎麼打 要帶一張沉默 沉默可交換 那這樣還有機會可以有一戰之力 最後一場打得絲煞滿 恩又有血居怪 所以我們決定就是看 能不能起手直接養一波比較大的血居怪什麼的 那我們 1費可以直接打一下伸縮包 其實我覺得伸縮包在這副牌組 就真的 比較好用就是這個0吧 0的自然法術 在其他回合打出來就 沒有太好用 你找其他費用的法術就沒有很好用 那就是冰凍煞 月石 直接把我們德雷克塔給抽出來 那感覺下一回合也可以直接做 我們直接幸運幣跳0然後 炎毒又可以再打下一張的自然法術 另一張的 血居怪不能打有點可惜 手中不是閃電之花 炎毒看能不能再找一個比較低費的 補牌手段還行 體重比比 因為也缺牌了 那這邊的話 不選擇 二二素人 一定是選加攻擊力 怕搶到我們的 葛夫符文圖騰的buff 剛好是他翻出一一圖騰 我覺得有點倒楣 讓他可以直接用這個寒霜之藥 讓我們法術增加2 所以這回合又不能做什麼事情 今天觀眾可能會發現我沒有閒聊太多話題 怕講得太興奮 因為現在有點 比較晚 比較晚跟大家做個解說啊 怕會吵到其他人 如果講那些 什麼我平常的一些生活故事什麼的 一定會講太high 所以今天就是稍微克制一下 這場看起來好像要贏的沒錯 但常常會 就這副牌組會被做個翻轉 我們這一回合開始就已經被冰凍煞給冰起來了 那以平常來講的話 就是直接養個最大的血距怪 讓對方更不好解 但我覺得這一手的話好像有點打錯了 因為我 讓他來撞個88一定是在嘲諷身上 我應該要貼在德雷克塔爾 你看我像這邊落水草 被解了 直接被解了一干二淨 打到這邊我就知道其實我輸定了 但我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剛剛做個正確的選擇 就是我把嘲諷貼給 德雷克塔爾 或許他就是 沒辦法這個八攻的傷害來撞在我們的 血距怪身上 一定會活一隻血距怪 這就是蠻細節的東西 你可能要多達幾場才會懂 所以就是說龍錯率低就是 低在這個地方 因為你只有一波可以跟別人拚 那 這一波沒了就永遠都大不了 好 那我們 這裡有伸縮包啦 就伸縮包我們看一下能找到什麼樣的東西 六費 有書記 這裡的話 我覺得如果裸丟書記也一定會被解掉 所以我就選擇下了嘲諷烏龜 順便保一下我們 德雷克塔爾 那又有個落水草 確定沒救啦 那喜歡我這次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想要看到什麼樣的牌組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明天答案讚數目標 也會準時發表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有請 我們下部影片見 在下部影片見 封面 這些影片見 有請 有請 然後 有請 有請 有請